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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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先看到这个百论 我们看到179页 这个纷纷有力 就是 一条细神 一条细思 不能拴住大象 但是我们把这么多的细思集合成神 集合成一捆神 就有力量 能够制服这个大象 这个最 这个前 大家都退休了 那个 这个礼拜不是台风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风雨 对 好像我都感觉好像还不到不用上方上 但是联休两天是吧 台南高雄那一餐 对 淹水 他不够还放三天嘛 那个淹室播出来说 那个高雄 有三十几栋大厦 地下室都淹水 三十几栋 我们台北已经很久不淹水了 哈哈哈哈 对 好 车子几栋大厦 连燕三层 那个地下室都一二三层 那个车子全部大概都完蛋了 都是泡水车 好 那个台风 我们台风 那个风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现在知道那个风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是空气的例子 可是那个风可以到达什么十级风 把人都吹跑了 对不对 大家有想过那个风 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科学解释 那是不是说 这些例子啊 只有一个例子没什么作用 但是等他们集合在一起啊 我们还可以给他取个名字 对不对 台风的名字 然后风速到达多少级多少级 我们是把整体当做一个单位 说他有多少级 瞬间的那个风有这么狂暴 对不对 水也是一样啊 我们这个水啊 比如说这个水 我们把它集合成像那个长江 那个什么 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如果那些水放出来的话 它可以淹五六个省吧 所以那个 这样的水的力量 你认为是在每一滴水 都贡献出一分一分的力量吗 这个就是整体跟部分的关系啊 跟这边讨论的 铝跟低 纷纷有力 他说 那个力量其实是 一部分一部分的储存在部分当中 部分跟 所有的部分都贡献出来 然后他就是有这种狂暴的力量 我们这个地球不是 我们跟 我们知道那个地球跟月球 因为它的质量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月球会 好像是这边体重的六分之一嘛 对不对 就是它的重力 就是你60公斤 你到月球上你只剩下10公斤 对 然后什么叫引力呢 我们按牛顿的方式来看 或者是广义相对论也可以 那都跟质量有关 那质量是每一分每一分的粒子啊 它存有着这样的质量 就是说我们说最小的 它都有重量就对 有质量啊 就是据说那个原子的质量 是在中 这个中子跟直子嘛 就是这个直子里面 存在着 然后我们说地球有多少 对我们有多少引力呢 就跟它纷纷的 纷纷的储存在这个原子核里面 这个看法就是那个 就是外约有没有 纷纷有力啊 好 那 那个 那个 它说 纷纷有力 所以能够自相 能够把相绑住 能够把水瓶装满 那使女盲杀 纷纷无力 就是说 它是它组成的部分 我们才能说它有力 那刚刚92这里所举的呢 他认为分是无力的 部分 部分跟部分你看 一条细丝不能前 不能绑住大象 那就表示这个细丝是无力的 那这么多细丝如果都是无力的 那你把很多无力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也不会是有力的 比如说 把一堆虾子聚在一起 也不会看得到啊 对不对 把一堆沙也不能煮成米 对不对 煮成饭 这个是92 那个提婆 提婆的说法 那现在外道跟你讲 他说 当然 使女盲杀 这个是纷纷无力 但是 我们说细丝跟水滴 它是有力的啊 所以不是不定啊 不是说 你的部分 就没有这种力量 不应以使女盲杀为誉 他说你这个比喻是错的 内约 就是提婆讲的 分有分 一意都有过失啊 我们看那个分 就是部分跟整体啊 他说一也有过失 说意也有过失 看我们来看提婆是不是找麻烦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分 分呢 就是部分 有分呢 就是整体 那他们两个的关系 这个我们举这个现实的历史上面有讲了嘛 这个是全身啊 然后这个是脂分嘛 比如说头 竹 对不对 等啊 当我说部分跟整体是一的时候有什么过失 它只有两个情况嘛 头跟全身 它是一回事吗 外道怎么说的呢 外道怎么说的呢 说我看到大象的鼻子 我就 你看不到一个大象 对不对 它在树林里面 你看不到它身体啊 但是你看它伸出一只鼻子 你就知道后面有一只大象 对不对 那不是 就是 部分就可以代表整体嘛 这个是部分就是整体 是一回事 那提婆怎么讲 如果说他们是一回事 那头中就有足啊 为什么 因为头就是全身 全身里面有头足手这些 那意思就是头里面有足不是吗 对不对 那它说它是相依的 又有什么过失呢 就是它根本不是一回事 整体是整体 部分是部分 的确是这样啊 我们全身能干的事 不是每个部分 都能做嘛 比如说我们说 全身 比如说 这个要用人来讲比较好讲啊 比如说你的人格 你的人品啊 人是不是有人 人品 人格 对不对 那我们看它在 身体的哪个部分 头脑吗 还是在手上 说你手很有 很有格调 很有品味 这样 很奇怪嘛 是说你这整个人是有 有品味有格调的不是吗 所以它就是说 整体有整体的功能啊 部分是部分 那就是义 对不对 但是义就很 也是有过失啊 义有什么过失呢 就是离开的部分有的 这个整体是什么东西 义就是它可以离开它嘛 那事实上 把这些东西抽掉 那什么叫全身啊 就不见了嘛 就跟我们这个 离五运有我 那个意思一样 所以一一都有过失啊 然后呢 分有分 若一若一事过已先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它的过失哦 副次哦 有分无故分亦无 若有分未有时分不可得 这在讲什么呢 好我们看这个小水滴啊 跟这个庞大的 这个要怎么讲 好这个 我们说水 水水水 大水那个叫什么 好 大海 就是能够水患啊 水在 那个前一阵子不是 前塘江还是什么东西啊 那不是 西湖吗 西湖掘堤有沒有 洪水 对对洪水 好 我们说它纷纷有力啊 那你说 它是分啊 这个分 一定是 有分的分嘛 就是你已经决定它是分了 那就表示 它是有分的分 那现在 我们只是看它是水滴啊 因为你说它有分力 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就是说 这个水滴里面有千亿分之一的力量 那事实上我们根本 我 在我们来看啊 你说它有分力 其实一滴水也造成不了什么灾害 知道吗 只有 百分之 只有零跟百分之百啊 你说它有千亿分之一的水患的力量 这个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有分作为前提 你才这么讲的吗 现在我看它就是一个水滴而已啊 这个水滴 它讲 好 它说呢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那它就不是部分 它只是水滴啊 你会说水滴有造成灾患的能力吗 有 有 那你就是胡说嘛 有 那我要问你 那水滴是多大 我会想 水滴 水滴就是一滴水啊 我都会问啊 一滴是多少 一滴就是 比如说你 你那个露水 从叶子上滴下来 那么一滴水 你看它的质质的力量 那一滴流去 它一定一个质质 一滴水 我们就把它看作一滴 对不对 它不是洪水的有分 它不是有分里面的分 它不是一 就比如说它不是那个西湖的一滴啊 你是把它看作是西湖的一滴水 你才说它有千亿 那个数字 我们是 约略就是 没有科学的去说它啦 比如说是 那个佛经最喜欢讲的 八万四千亿 分之一 的力量 造成后坏的力量 这个你的理论是这样 问题是 是根据有分为前提才有分吗 现在我只看它 因为你说它是E 对不对 它就是水滴啊 水滴 你怎么测出它有 八万四千分之一的力量 所以它跟你讲 它说 整体没有就没有部分 就你说它是E嘛 没有换句话它们是可以分开的 没有有分就 就不会有分啊 它就是水滴 它不是谁的部分 然后呢 若有分 未有时分益不可的 我不用整体来看它 它就是自己的整体啊 它不是谁的部分啊 懂吗 那你说一滴水能够造成什么灾害 没有嘛 一条绳 一条细思 你说它有八万四千分 八万四千亿分之一的力量 能够绑住大象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这样讲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有分了 知道吗 那就表示它们不能分开谈 云合有力 就是说它不是 它不是西湖的一滴水啊 那它有什么力量 云合有力 有作力 这个一滴水你还认为它有力量吗 若有分已有者分力何用 那如果说它已经 我把有分考虑进来 那就是有分有力 跟分就没有关系啊 因为它是相译的 懂吗 所以这个看法 违反常识嘛 但是 凸显出我们日常 我们日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所用的并不是逻辑啊 而是什么呢 关带有分而有分 然后当我们说分的时候 它一定是某个整体的部分 整体跟部分 整体跟部分 就我们在那个 那个官本著品里面讲的 以人之有法 以法之有人 我是以整体来说部分 也因为部分 而说那个是整体 这两个概念是 互相成立的 谁也离不开谁 所以他们是 就是没有自立 就是不是独立的 没有本质 因为是等待对方 作为前提的 没有一个作为先 现在外道这个看法 它认为部分是先于整体的 就是部分 是最 它能够独立的 就是说 这个水 我们看这个洪水 对不对 这个是部分组成的 那把这个 当这个洪水没出现的时候 这个水滴还在 这种看法也不对 因为这种部分 你把它当作部分的 没有整体就不会有部分 它不会是谁的部分 当你认为 这个水滴你看 它可以 它可以是解渴的 一杯水的部分 也可以是西湖 或者说洪水 洪水的一个部分 那它的意义 就不一样 你说的这个分立是不决定的 是你施舍的 是你施舍的 有部分 不是有整体 才会有你讲的分立 现在没有整体哪来的分立呢 不是外道有这个讲法 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科学就是这么讲 但是我跟各位讲 虽然我们说我们的质量 来自于质子 但是质子是什么构成的呢 他们说是夸克 现在是讲什么 有很多 很多种基本例子 他是用这个很奇怪的 但是他们说这个是数学概念里面 比如说我们说 那个我讲的那个是夸克 类什么 什么基本例子 最基本的例子 现在叫什么 他是用那个 搅动量 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例子 他是转一圈 转一圈 就看起来是一样 有些呢 是要转两圈 他才看起来一样 有些是转四分C圈 他就看起来一样 这样子好像就在暗示我们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东西嘛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例子 其实是一段的波 这个观点都是从 数理的那个公式 所表现出来的表征 他为了要跟我们 不是用数学去表达那些基本例子的样态 就跟我们讲符合我们尝试的 他只好这么讲 但是其实那个都不能够作为 我们所谓的认识 因为他只是数理 数理公式里面的一个量而已 那这个就有两种观点 到底这个物理量 他是不是代表的真实呢 因为物理量也是个符号 对不对 既然我们自然语言的符号 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实质对应的 那个指称的那个 那个实在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对象 比如说我说 我们自然语言里面有讲我嘛 有讲车嘛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我跟车都不会指的一个对象 指不出来那个对象 我们说友谊评的时候 当我说一的时候 我到底我指的是什么 当我说红色的时候 我到底指的是什么 还记得那个大致度论那个例子吗 乘着神空到天上 找不到什么东西 让我看起来是懒的 找不到指称的对象 这个是自然语言的符号 那为什么我们 我们说的物理的量 我们用那个数学 这个是不是数学 数学的对象 到底有没有指出一个真实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是 转两圈以后 他看起来是一样的 有这种东西吗 但是这个物理学家不会告诉你 他只是告诉你 基本例子 我们去计算 要表征 他是不一样的例子 是以角动量 角动量 角动量是一个物理量 那这个物理量是 转的时候的那个速度 知道吗 所以我们才说他转 转几圈看起来一样 其实事实不一定是这样 不过从数学上呢 他是用这个量来表征的 这样不知道各位懂不懂 这些表征都是符号 那他到底有没有指着一个对象说 有两个观点 一种是认为 他是一个方便而已 然后另外一派就认为 物理都有 物理的对象都是实在 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很 很难这么讲 比如说速度 速度是 时间单位里面 运动的距离 或者是浓度 这些东西都很抽象 因为在这个整体 用这个整体跟部分去解释 解释不来 应该说他是一个整体的表征 比如说 我 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 日本把那个 河废水 排到大海嘛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排下去就稀释 稀释以后 就没有毒 比如说 我们说 那个泡面里面 发现重金属 对不对 但是他说 哇大家听到中英属 不得了 其实中英属到处都是 只是说那个泡面 比如说你要一口气 吃900碗 那你才会中毒 那不会有人一百 一口气吃900碗 就类似这样说 那是一个稀释的说法 那你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个浓度不一样 就效果不一样 我想到另外一个 那个另类疗法 他讲的很奇怪 他就是在浓度上去做蚊帐 就浓度 浓度是什么意思 还有我们 我们都知道那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洗过眼睛 有没有那个 洗过眼睛洗过鼻子 你要洗眼睛洗鼻子 要生理食盐水 知道吗 大家洗过伤口吧 如果你用 我们一般的这个白开水去洗 会怎么样 会痛嘛 那这个痛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会解释 这个浓度不一样 那你 浓度不一样 你会感受到痛 对不对 那各位想过没有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痛 我可以说浓度 它是一个物理量 但浓度是什么 浓度是什么 浓度也是一个整体里面 含这个盐的量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浓度是在整体中体现的 还是在部分 浓度是从整体去计算出来的 但是它也体现在部分 因为你 藏一滴 你把这个调成生理食盐水 你只要喝一口 你没有全喝嘛 你会觉得很咸 那 对不对 那我说浓度是个物理量 但是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各位 我 我 我们从这个生活的例子 就可以知道 符号 所指称的 它不是实体 但是会有作用 知道吗 然后你说这个作用是从部分来的 那么中观不承认这一点 懂我的意思吗 不管是一是一 你说 从这个最小的部分来 有很多事不能解释 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基本例子 如果是播的话 它就不会有质量 当然这个质量的来源 是个很神秘的东西 物理学家他们都拒绝用逻辑 用自然语言的这种语言的逻辑去跟你解释 他说你要了解这个只能用数学来表达 那数学又来了 是符号 到底有没有指出真实的东西 这个是中观要面临量子力学 这应该要有的看法 你要像龙树一样 要讲出一段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对 那中观总说的例子 水滴跟这一滴的水滴跟大海水滴的水滴 是不能用意义来弄比的 是吧 意义只是凸显了我们的无名所在 说他是一定有你的形上学建构起来那种世界观 说意的时候也是在建构一种世界观 那么龙树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 我们 我们的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去建构出用 跟我们的分别式很有关系 名言式 是用语言去建构出来的 那这个隐藏的秘密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信空的 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才 我们才需要用语言去建构 他深藏的秘密在这里 他要你去认识到这一点 毕竟空极嘛 所以我们建构起来的就是我们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 他的效力都是在的 不会因为他没有指到一个真实的对象 他就会失效 不会这样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接受 我们就可以接受 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用语 也可以接受物理学的那些用语 比如说有的东西是转两圈才看起来一样 这是失色的 那么一点问题也没有 只要他有效就可以 这个是终关的立场 是谁在破坏我们的尝试呢 龙树法是指的那些 认为自信有说一说意的那些 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 是他们出了错误 他们误解了我们的语言 也误解了我们的世界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困难 那我们会循着这样的思路 没有能清除自己的执见 那就会想不是义也不是义 那是什么呢 那代表你还是受无名的引诱 你没有了解龙树的义曲 只破不立有没有 他只是要你 我们下一堂中关经论会再讲到 他是要你承认 承认什么呢 承认什么呢 我们用符号或是语言 我们认为他指着世界 因为这个是实质 就是说他有一个东西在那 是这些符号指着的 现在告诉你 他没有指到什么实在的东西 那是不是连这个也不对了呢 是因为你把他绑死了嘛 你才认为我把这个实破掉了 就连世界也不存在 那显然你还是无名嘛 他破这个实 只是要回归世界的圆 这个世界是什么呢 是 假明元起的事件 那什么是假明元起 我们可以讲用 不是义也不是义去体现 不是义也不是义 就是去掉 去掉直实的那一面 那个世界 就是我们言说的那个世界 然后那个言说的世界一定是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有的 比如说我当我说部分的时候 是以有分为前提 我说那个水滴是什么 是部分 那就 就是 有分作为前提 他才能说 那个水滴是分啊 那这个就是 此有彼有嘛 此无彼无嘛 水就是水嘛 当我说他是滴的时候 其实 早就 在 暗示有一个整体 是我所讲的 那些隐藏起来的东西 是 我们讲水滴的理由 对不对 可见的我们认识的世界呢 是 互相关带而成立的 那你不了解这一点 你认为总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在背后 这个是 我们的问题 那事实上 以这个实在为基础的这个世界 是不合理的 龙树要凸显的是这一点 就是这个 实有的这种观点 根本就是我们 我们很强的这个偏见 还不足 不足以去描述 根本就是偏执啊 你们有 我一直讲那个例子嘛 要加一个字啊 偏执狂 就根本不是这样 但是你还是一直要想 是往那个方向一直去想 我不是有举过例子吗 就是那个 那个老人痴呆症里面有一个 就是 他 他以前 他从那个49年从大陆跑过来 那么以前在抗战的时候 他好像犯过一些事啊 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有特务在跟踪他 然后他会在门缝夾树叶 他如果树叶掉了 他就怀疑有人到 有人埋伏在他家里面 他是这样的人啊 你要怎么跟这样的人说 没有人在追你 很难吧 因为处处可以被怀疑啊 你说龙树说一不对 说一也不对 你说一定有一个 可能我现在还没想到 不停的在追寻这个东西 那是你 你的无名所在吗 你现在讲这个就是 你胜益地去考察 世俗地的一个方式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譬如说你现在讲是 用水滴跟洪水的方式嘛 那个金刚才讲是 围城跟义和像的关系嘛 那我讲世俗地里面 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缺少每一种维他命的时候 它就萃取 浓缩 你吃到维他命完的时候 对我们身体就有帮助 那个粒 少分的粒就变成整体的粒了 它变成 会变成有分的整体的时候 对我们世俗地是有帮助的 这方面又世俗地 它又成立了外道的讲法 还是说你拿一个铁穴 把它变成一个铁糖 从商楼打下来会帮你打死 那个铁线的围城线的粒 到一个铁球会帮你打死 少力的风力变台风的时候 就造成那个高雄大沿水 非常是世俗地 所以外道世俗地来讲 外道是合理的啦 只是说我们生意去考察 有一个部分跟整体 它是不一不一 不能讲我们因为持有 跟顾比有的关系 所以我们学我才知道 会讲持有顾比有 那人知道什么持有顾比有 我跟你讲喔 我们现在的科学主义 会有 会怎么看待 这个 其实任何的事物都可以 作为整体也可以作为部分 它是建构在整个 你想要描述的东西上面 当我们讲那个分力的时候 他一定考虑了整体 他才会讲那个分 说部分有力 部分是真的没力吗 有力或无力 龙叔要跟你在这边谈的是 你认为真实有那个分力存在 那么他才这样子破除 自信值 对 就算分有力 那都是以有分为前提 你才说他有八万四千分之一的力 对不对 什么八万四千分之一 那个是一个比较出来的量 我们说什么叫比较呢 就是以对方 比较就是一种概念 就是你以此有彼有 有这个此才会有那个彼 如果把这个此拿掉了 彼就消失了 那那个此跟彼之间的关系 他们就是互相假立的 为什么说他假 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啊 我没有办法独立于五蕴 所以说我是假 那你会讲我是假 我承认啊 但是那个五蕴 那个部分 难道还是假的吗 这个就是 那个空 没有办法清净知道吗 你没有办法一空空到底啊 你会留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说 有分的力是来自于分 外道的意见就是这样 你会认为 欸对没错啊 所有的子样都来自于子子嘛 也是现在科学的说法嘛 但是他们的 他我们在中关学习的 我们会告诉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是一种无名的体现啊 从这样的思考体现出这样的无名 那中关不是说那个部分没有 而是说那个部分是持有比才有 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真实在那里 就是不管你施不施舍 他就是那个样子 他没有决定性 不是说部分 比如说我不是说水滴不存在 那个是误解的中关知道吗 但是水滴一定是在整个序 就是看你要描述的水滴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什么东西的部分 我们才会决定那个水滴叫什么 是什么意思 水滴呢 它本身的作用 都要看它整体能够带来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说那个水滴有某种性质 那这样的水滴 它本身只是个符号 因为它的内涵是不确定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有决定性 像我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叫我嘛 但是它的内容是不决定的 你没有发现 只是那个符号还是叫做我而已 我们那个中关经论会讲到这一点 那各位能不能理解中关的议局呢 我们在讨论这个 比如说现在上过好几年的同学 都还是会问 那不是一不是一 那会是什么 就是你还不停的在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 确定什么 他就告诉你这个世界 无时就是没有决定性 那这样子必须又回到 时是什么呢 是决定的嘛 它是什么就是决定是什么 现在告诉你 没有这个 然后你说我只是还没找到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决定性的东西 这是一种偏执 那显然学了这么多年 你那个片子 一点也没有改变嘛 那等于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吗 那这样还要回到时尊处说 世间就是无常的 无有常性嘛 就是无有时性的意思啊 懂吗 是我们结论很容易记嘛 对不对 无时 没有常性 无常 就是无有常性 就是性空 但是你接受这一点嘛 我有重量嘛 我在这个地方60公斤 我在月球是10公斤 对不对 这个不是在我 我的这个 每一个部分的那个 我割掉一只手 我们去做那个减脂手术嘛 把我脂肪抽出来 哇好高兴 我少了10公斤 对不对 那难道不是这些部分 组成我的重量吗 你一定会觉得也重 那些质量一定来自于一个 实在的东西吧 但有谁会说那些质量 是建构出来的耶 我说他是建构齁 持有故必有 所以说是建构嘛 不是说他没有作用 他的作用有 但是这些 是我們建構出來的 這個很難講 我們是怎麼樣看待這個世界 根據這個終關的說法 你要贈得那個 無我治 你無我治 你再回到這個世界 你不用去糾結什麼 你聽到信空 你就剃淚悲氣 因為實在真的是這樣 我告訴你啊 除了聖人以外 你可能要到內反位吧 你才能夠說 是真的是如此 就是確信不已 就是這樣你慈悲心 它也是這樣無可奈 你雖然有慈悲心 你有發育 它就是無常性就是這樣 那你說 你怎麼捏 佛也要隨順隨順 中關開出來的解方 是告訴我們 從這個出章 才能夠入中假 才能入中到假名 你才能夠承認 你一定要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就是 去對峙這個偏執的問題 他一直告訴你 你認為的這個實在 並不存在 會造成 你說 世界的基礎 是某種實在 那我就一直破這個實在 不是要破這個世界 是要告訴你 這個世界 不是由實在 作為基礎而建立的 破除這個實在 要還給這個世界 是如此的 是假名元旗的 要你承認這一點 我知道 各位 我們都不是聖人 不用騙人 這個很難承認 不然怎麼會叫無死的無名呢 他如果沒有這種 我們如果世間沒有這種現象 那大家都不是聖人了嗎 這個跟你講說 從那個無為的體 能夠生那個有為的用 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不思議點不一樣 知道嗎 這個是合理的 就是你用 也不是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道理去講這個 那就是他的道理完全就是 這個實性根本就找不到 找不到 你還硬要找 還是朝著這個方向找 那就表示你離中關越來越遠 只有我們記得在那個龍樹的那個中論裡面 官六情平安哪裡啊 若有問者 離空而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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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則不同 視則不成打 聚同與彼宜啊 離空 我們看那句說 好重喔 用這個找比較快 他怎麼說呢 若有人問者 有看到嗎 若有問者 離空而欲打 視則不成打 聚同與彼 若人有難問 離空說其過 視不成難問 聚同與彼 如果你想要回應一個問題 或是你自己想要找一個答案 都可以在這個範疇裡面 你要問人家 不是 你要回答人家 或是你要問難人家 問難人家如果離空啊 你現在就是離空嘛 你說不是一不是一 一定還有一個嘛 不是一不是一 你還有還有 我還沒想到的 你說質量來自於哪裡 不是直子不是中子 一定有一個我現在還不知道的 對不對 一定有那個分力啊 那個分力是最先的 有這個分力才有有分的力 不死心一定要去找 是 是 那就表示你 你會聚同與彼宜啊 就是你的路子還是一樣 你沒有辦法逃脫這個困難啊 這樣理解喔 好 外約如是破法人 就是這裡的 你什麼都不承認 那你不就是說這個是破法人啊 你只是為了破壞我們的看法而已嗎 四人見盡平等諸物 如種種因緣破 事故如為破法人 我說一 你說不對 那應該就是一囉 你也不對 那你就是一個喜歡破壞別人的人 除了這個以外還能是鬼變家嘛 這其實很 不是外道 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 對對 我們佛教內部也是這樣看中觀的 內約不然喔 如言 有與平易 我說有與平易 事則無平喔 他說不是 你怎麼能說我不對呢 是你先說喔 我反對的是什麼 你說有與平是易亞 就是部分跟整理 別相跟總相喔 這個書相跟共相 他們是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 是可以區別開來的 我 你是這個前提 我才說喔 若有與平易 事則不平 如果他們是相義的話 那麼結論就會是無平啊 根本不能成立 復次 無見有 有見無等 無見有 就沒有的東西看成有 有的東西看成沒有 如與破壞人同 就是你才是破壞人吧 你才是破壞這個世間的人 不是我啊 乃富過勝何以故呢 還不止如此喔 那怎麼說呢 頭竹分等合合現世生啊 因為我們這邊是破壞品嘛 他說竹頭這些部分 合合起來是整體的身體啊 如言非生 你說那是部分是部分 整體是整體 所以他們不是生啊 離世以別有有分為生 他說離開的這些部分 因為他們是相義的 離開的這些部分 有一個整體 的東西 復次 輪走等合合為車啊 如言離世以別有車 因為部分不是整體啊 所以離於部分還有一個整體啊 事故如為妄於人 他說你才是破壞破法人吧 不是我啊 這個龍樹也有這樣 官是地品有沒有 你看喔 然後那個 入中論 那個 月稱的入中論也有 他說如是無中破法人 對 那龍樹說 這個部分跟整體都是圓形的 都是圓形的 我跟你講啊 不是整體跟部分 不是有衣品這些關係是這樣 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持有故彼有 持無故彼有 不是 不只是部分跟整體啊 一切法都是這樣 我們在建立一個法的時候 當我說我的時候 當我說我的時候 或說我的色法 我的心法 這個在我們日常的語言都會出現 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喔 有一個我 好像我擁有這個杯子嘛 我這個人死掉 這個杯子還在嗎 我們用這種語言的結構 去描述外在的物理世界 當我說我的 我的心啊 我的精神 我的痛覺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你還是 當我說我的 我的什麼的時候 我們會在很特殊的場合 才會這麼說話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女朋友跟別人結婚喔 那時候啊 我的心都死了 你就會 你會 這個是一個特殊 特殊的情境 你才這麼講 平常我不會說我的心怎麼樣 我只會說 我開心啊 對不對 我高興啊 我不會說 我的心怎麼樣 可見那是一個 特殊的 特殊的情況 我才會這麼講 當我這麼講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錯覺 說我的心 就好像我 擁有這個杯子 是一樣的結構 那就好像說 獨立心以外 有一個真實的我 去擁有 這個 這個精神嘛 對不對 這樣 我的心嘛 對 對 對 就是 我就跟設想形式 沒有關係的 那是一個 我們誤解了 我們的語言 知道嗎 他們結構看起來像 但是意義不一樣 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是因為誤解了我們日常的語言 所以我們才會種種的混亂出來 說它是一 說它是意 為什麼會不對呢 是因為我們沒有了解我們語言的屬性 我們的語言根本就是架構在一個系統裡面 部分跟整體它是一個系統 是一個系統 是一個系統 當我說部分的時候是以整體為前提才會有部分啊 對不對 所謂部分 都是考慮的整體來決定它的性質嘛 當我說它有分力的時候 其實是考慮的整體而說它是有分力的 這種觀點喔 是緣起的 假失色的 譬如說我說這一滴水啊 我說它是西湖的 八萬四千億分之一 但它的整體如果是一滴水的話 那它就是 它的那個量就會變了 叫八萬四千分之一的力啊 問題是一滴水如果按我們 石油的觀點一滴水 它的力應該是決定的嘛 但是考慮整體以後 它的決定性就是在那邊變嘛 但是它的符號還是叫做一滴水嘛 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不是沒有 只是它的性質不決定而已 但是我們都叫它一滴水 對不對 你不能受這個符號的誘惑 認為它是永恆不變的 像我說我 我昨天的狀態跟我今天不一樣 我都說是有我 然後我們就受這個語言的誘惑說 它是同的都不會變的 不會變的另外一面就是它是不一樣的 就是一跟一的問題啊 這兩種觀點都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這個我想像的很真實 如果你把它想像的 它不真實是假名思舍的 那可以啊 因為它只是符號一樣而已 內容可以不一樣 懂我的意思嗎 就像師傅剛才舉那個寄送的意思 那我想強調空針見 我覺得說我們執著世界的事 已經70年了 會讓我70歲嘛 一下子要我們接送那個空針見 那個實施沒有決定性 然後那個分沒有分力 然後水滴沒有水滴 不是說不能說它的分 已經70年了 對 馬上要去扣這個 分力齁 對 有分 有分才有力嘛 對啊 你認為 有分的力是假的 這個力來自於 這個分 這個分的 一滴一滴的 一點一點的力量 這個是實在 決定的 我告訴你不是 如果你是這麼想 就是無明的體現 那佛教會倒過來 整體是利的來源 分是假的 一樣都是無明的體現 因為他們都會把前提 認為哪一個是真的 就是 譬如說我說分是真的 分是真的 是決定的 是真的 那他就不需要前提 一滴水在 對 一滴水的力就是決定的 就是這樣 中官不會這樣 中官會說 這個不決定 但是說有分才會決定這個分 這個決定是相對的 相對來說的 不是說他不能講有力知道嗎 但是這個力是相對才決定的 是持有才必有的 持有不必有 那他的本質呢 他的本質是不決定的 不決定就是信空嗎 不是 因為沒有決定性 對 所以那不承認元期的假例 就不能中官來講 就不能丟外 就不能 如果不承認元期的假例的話 就不能跟你講 龍樹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我們是怎麼建立這個事件 龍樹只是告訴你 你認為的實在的基礎是不存在的 他只做這一點 對 對 我現在講的都多講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龍樹的正宗 龍樹的正宗就是告訴你 對啦 那個文書的那一把劍這樣子 他是為了迫直的說這些話 他不是要引導你去 想一個奇怪的東西 就是我沒有想過的那個答案 沒有他沒有要你做這件事 然後他提醒你離空而遇的 就是 你說我破法 破法的是持有的直見 不是我 信空沒有破法 只是破壞你的 直見而已 不是破壞這個世界 是你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無名 就是直實的無名 我要破的是你直實的無名 但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 我們只有一種想法 就是在無名主導的那個 思路上 不斷的重複啦 就不斷的會去推想一個基礎 這個是無名的源頭 不是這個世界的源頭 你不要搞錯了 但你就一直以為 你這樣破就是破壞事件嗎 然後龍樹要提醒你 破壞的事件 破壞事件的人是你不是我 好接下來 破情品 這一品是 很有趣啊 有一品對不對 這個都是我所 我們說捨罪服對不對 然後破我 破壹破壹對不對 現在用另一個方式來談我所 是從認識上所 你說沒有我所 那我可能講不過你 但是我們有感知嘛 我們都有經驗 經驗的來源 經驗的來源 好我們也我們這個佛教也是講 好 更成事 這邊是用情成意 就是這三個 我們的認識不是來自於這嗎 當我們說那個 神以知為相對不對 現在我不講神 我講這個 是 總該可以了吧 我們是有這三個東西 構成我們的認識 我可以講我們這個 所謂的人啊 就是這三個合合起來 串成的意識流 這個你總應該要同意了吧 對不對 那你承認的知 有這個死有的知對不對 那麼離神就不遠了嘛 我們前面第一篇不是神 以絕為相嗎 絕就是知嘛 那這個就暗示了 還是有一個神嘛 你看多乾脆對不對 所以為世嘉一直要避開這個 一直要說這個世事無常 剎那生剎那面 一定要這麼講 避開這個神 這個大家還記得我講 外道的這個神啊 跟阿賴爺這個世啊 不一樣 這個是 什麼 橫長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呢 橫轉 橫流轉 那你看嘛 神以之為相 世以之為相 我想看各位有沒有很接近啊 非常接近對不對 橫轉 這個轉就是這個有意思 什麼叫轉啊 剎那剎那不一樣嘛 那麼前後是一還是意呢 所謂的相序是建立在哪裡 譬如說 前一剎那跟後一剎那是意 那就不能說是轉啊 因為轉有變的意思嘛 前與後是意的話 那也不能叫轉啊 為什麼 因為不相干啊 所以 他就這個轉運用的很微妙對不對 轉好像就是一個東西變了嘛 那既然變了怎麼會叫一個東西呢 他叫兩個東西啊 那就是 說一也不對 說意也不對 如果你說這個轉是 我們講那個 我們中環經論會在講 是假明的 是怎麼樣 那個可以 但是 為事不是用世俗的立場去看待他們的阿賴言 而是說這個是真實的因果 就是這個是聖意 那就有問題了 好 這個 所以這一瓶呢 就是 還是繞著這個東西 主要是他告訴你 這個知啊 我們的感知外境 自由與有 這三個東西 這你總不應該反對了吧 外約定有我所法 有我 所有法 這個不就是我擁有的嗎 現在外道是神有知嘛 神有知 內道不承認有神嘛 但是 你能說 我們 不承認有感知 我們有了別這件事嗎 現前有故 現前有故 我們都知道有眼根嘛 有射程 有掩飾啊 掩飾就是我們能夠知道我們看到的東西嘛 射法 掩飾看到是射法 情誠意何故之身 此知是現前知 這是我 我就是 我現在就有了別啊 你現在在跟我說話 就是一種知嘛 是知時有故 情誠意 為什麼說這個了別是真實有的呢 因為這三個都是真實的嘛 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那個成會永遠存在 成會不會永遠存在你的意思說 這個宇宙會有終結 什麼東西都不存在那個意思嗎 法是患有的 法是患有的 不為是他講法是有的 現在的法是有的 但是我們的事是依這個成而有 所以事是依成而有 這也是依他情 所以事就變足平 所以這個講法 都合理 我們如果不用學派的那個 形上學一講 他說現前有知嘛 我現在我知道 我前面有張桌子啊 這個認識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假如說是 你要有成才可以知的 那我們 我們 俠子他見岸 他沒有成他有知嗎 我現在要證明的就是有知嘛 不管他知的是什麼 然後知 能夠知 不是說我知道我內心的世界 我說我 我們能夠 我怎麼知道你知道什麼 但是 當我說我看到前面這張桌子 我這句話一定是對的是 各位都可以檢證 我前面有沒有桌子嘛 換句話說 我們都可以有共同的認識 這個認識可以是聽到聲音 不只是看到東西 眼耳鼻聲聲都可以啊 是不是 當然啊 沒有看到這個桌子 我說 那我反過來咧 我把燈關掉 我進到暗室裡面 我沒看到怎麼沉啊 你沒看到但是 我也有知有暗 你深會知道你到一個暗處嗎 我見到暗而已啊 我沒有沉了 我見到暗 我現在重點不是說 我現在重點不是你看到桌子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我的重點是說 各位都會有認識 是 不管你認識到的是桌子還是黑暗 這個認識都是從根層是 這三個元素來的 你能否認這一點嗎 不能 重點是在這裡 你能否認這一點嗎 因為那個見 見了 還有桌子 那個見性的 見有 各位才有桌子 才有暗 對 反正 如果沒有這個見就沒有暗 我不談這一些 構成的元素啦 各位都有了別 各位自信見有 自信的 我們現在 你坐在這裡 就是有了別 除非你睡著了對不對 這個了別是真實的嗎 我現在就有了別啊 你現在聽我說話 這個是耳式對不對 從耳根 還有深層 還有耳 那個耳式 對不對 這三個元素 讓我 讓你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聲音傳達的是 有意義的 不是風聲那個沒有意義 對不對 是有意義的這些音聲啊 請問你 你現在有沒有這種 耳的了別 有嘛 這沒有辦法否認嘛 外道講了一個外約 然後 講了一個 你不能否認的事實 他說這個耳式 我聽到聲音 是從這三個元素來的 深層 是從我的喉嚨空氣震動 傳到你的耳朵的 這個是層 那麼你的耳 耳的神經嘛 他可能複雜的傳到你腦 你的大腦在那邊 活動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認識 叫做耳式 因為你聽的這個不是風 沒有意義的聲音 是有意義的聲音 你聽得出來嗎 OK好 你能否認這個事實嗎 這個都無所謂 你都 那個是法成 同學 那個 獨頭意識 那個是意識的對勁 知道嗎 那個是 你有那個義根 義根是什麼 這個有爭議 有法成 然後你也會有獨頭的意識 對 都說是根層淨 我們人有了別 這個沒有辦法否認嘛 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 重點是什麼呢 各位 我們平常的認識有錯嗎 就 我現在在認知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懷疑 難道還可以懷疑 我正在懷疑 我正在思考這件事嗎 你不可能懷疑嗎 我不可能懷疑 我現在在懷疑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好 那你看提婆怎麼講 內約建設以知何用 現在他用分析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 分析自信 不是 就是說這個過程 是 是 是 才升起這個認識 叫知 知 知是以什麼為條件呢 是 眼根見設成的這個 叫眼見 眼見產生眼視的認識 這樣 但是我們講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排列組合一下 有三個情況 有三個情況 先見 後知 這個只是邏輯的可能性 你不要用自己的經驗 這不是在講你的經驗 這在講邏輯的可能 先知 後見 後見 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 同時 他就分析這三個都不可能 我跟各位講這個破的方式 是一種創造 不一定只有一種 知道嗎 但是你要從 從我們這個 這種 這種說法裡面 找到破綻 那就需要創意 對 他的目的不是告訴你一個 奇怪的世界 他目的在什麼呢 這個 就提醒大家 這個說 說再多次 大家還是會忘 目的在破綻 目的不是在告訴你 這個世間是什麼 這世間 總之不會是你想的 任何一種可能性 但是 是要你破綻啊 破綻 知道嗎 破綻以後呢 破綻以後呢 回到常識 這個常識是 沒有實在性的那個常識 對 佛說維成 佛說維成 破綻以後 不明維成 佛說維成怎樣 極非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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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在破綻 對不對 是明維成 回到我們常識中的維成 但這個維成是假名的維成 懂嗎 好第一個 若先見 眼先見色 然後知身 這個很合理嘛 先看見 然後 先看見 然後知 這個在說什麼呢 我們看這個 注釋 這個 百論書 百論書說 本未見 你們可能看的比較小 你們可能看的比較小 我們把那個原文 Standards 都不會 做了 好 嗯 嗯 這個數字針對這一點就行 對對對 他說前見後知 先見 更成先見 然後後才生知 本為未見清黃之色 可須清黃之知呢 我們這個是提問 還沒有看到是不是先要有知啊 知道你要看什麼然後你才去看 金眼見清黃已分明啊 他說你說的見就是已經見了 就是已經見就是已經分明了 那後面這個字就沒有用 懂他的意思嗎 我看的是 我們說齁 青黃色已經先存在了 青黃色已經先 青色又是青色黃色 就是黃色存在那裡啊 當我說 不是 當我說見的時候 當我說見的時候 這兩個是確定的 對啦 你說青黃色就是 才叫見嘛 對啊 如果你說 不知道 那就不是叫見啊 既然你已經見了 就表示你知道見到什麼 那知道這個後面這個字就沒有用了 對啊 他已經存在了 懂這個意思嗎 可見得我們說這三個是 你沒有辦法猜你知道嗎 你眼眼睛看到什麼 我們很自然嘛 我看到什麼 或是眼睛看到什麼 包含了這個嘛 當我們說 你說他同時我們後面再講 那第一個他說不合理 為什麼呢 因為見就包含了 知道是什麼了嘛 那後面這個字就沒有用了 這個是的作用就沒有 沒有意義啊 這是 第一個 若先知生 然後就是我意識知道我要看什麼 眼睛的作用不是看嗎 要用意識的知去指導他去看什麼 然後眼才見色 就是我先有個意象 各位那個十大立法不是有個作意嗎 對不對 那作意就隱心取向對相 可見得你已經有一個 你要看什麼的那種知對不對 然後眼才去看 事意不然 這樣也不對 何以故呢 若不見色 因緣無故生意無 這個事不是要條件的嗎 既然沒有眼根有色成 怎麼會有先有知呢 對不對 若眼先不見色 則因緣不合 不合故不應生 所以你說 情誠意何故之生 若不合時之生 則是意不然 何生之 是前是後 是誰在前 誰在後 都不能生 對不對 就是都有問題 那不合和 不合和 怎麼可能會有知呢 所以他把這兩種可能性講 第三種就講這個意識 那意識他又分三種可能的情況 一種是 根層是 這三個都沒有 然後我們說有一時生 他們是同時生起的 但是 所謂的生起是 他們本來都沒有 然後一時生起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 第一個是先有 這三個同時都有 第二個是三個同時都無 然後第三個是伴有伴無 這三個都是伴有伴無 然後同時生起 這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講 但是這是一種創造 知道嗎 就是我遇到一個問題 我是這樣分析的 那這三個有沒有可能呢 他先講結果 若一時生 則是事不然 一時生也不可能 生無生共 不一時生 生就是有 無生就是無 共就是伴有伴無 後面會解字 有無故先已破 好 若見之先有 相待一時生 見就是根根成的作用 然後之就是事的作用 先有 就是他們都已經存在了 然後是互相關待 然後同時 會生起這個認識 若先無 若伴有伴無 於山中一時生者 事則不然 何以故呢 為什麼呢 若先有見之者 不應更生 如果他們已經有了 有就是更成事 事就是這個認識產生的主要的因緣嘛 那既然都已經有了 就表示認識已經有了 那有就不應該再生啊 因為他已經有了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嗎 我們可能會覺得更成事這三個 安靜的在那邊 要等他們湊在一起 那他們已經有了 就表示有認識了嘛 對不對 那你可能說 他們三個獨立還沒合合 後面會講啊 這是什麼東西讓他合在一起 後面會講 先講這個三個有 就代表已經有認識了 那就後面那個說 三個有互相觀待 互相作用 然後同時生起 那這個就沒有意義 因為已經有 就代表有了 不需要再生起 然後呢 已有故 不應更生已有故 若先無者亦不應生 已無故 若無者則無相待 亦無生 如果三個都還沒有 跟成事這三個都沒有 然後他們是同時突然 有了 然後 叫認識生起 他說 如果這個就是那個 因中有果 因中無果的道理一樣 如果都沒有 那就沒有相待 沒有說誰 讓誰生起 就沒有這種相待的關係 先無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無中怎麼可能生有呢 所以他說若無者無相待 是誰相待誰啊 都沒有啊 你沒有誰可以相待 所以也不可能一時生 若伴有伴無者 伴有伴無是什麼啊 就是 有的過失也有 無的過失他也有 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叫伴有伴無 伴有伴無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有跟無是互相妨礙 對不對 那什麼叫一伴有 對 什麼叫一伴無 這個都是語言建立起來的 事實上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伴有伴無的 那伴有伴無一般來講就是 會講他有有的過失也無的過失 因為他說一半一半嘛 那就兩個過失都有吧 這個都是分析邏輯啦 他跟我們的經 我們從來不會有這種經驗 他只是講一種可能性 那到底是醒還是夢啊 那些是形容吧 只是我看了一切的元氣都在虛空中生啊 只是我看了一切的元氣都在虛空中生啊 吾可以生啊 虛空的是吾啊 你舉一個現實的例子啊 我舉一個現實的例子啊 什麼東西是從沒有來的 你像那個重的就是從沒有啊 我跟你講喔 所有人都在虛空中生啊 中午空沒有爸爸媽媽 但他有地方生出來 他從石頭共生 對答對了 石頭共生 你有看過一個從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他是源於什麼都沒有然後突然冒出來嗎 很多大清經常講說佛從空生 那個意思不是說他從什麼都沒有跑出佛來 所以你要對這句話解釋要對 你才能夠提出來 空的定義是什麼 空是一個東西 不是空是沒有自信的意思 沒有自信就是沒有嗎 那你對空的認識是錯的嗎 那今天講我今天死掉我這個陸生長得燒壞了 既然陸生死掉了怎麼會有有好彼此的生意 怎麼會有自信的存在呢 斷滅劍 這個世俗的劍本來就是你能死就沒有了 這個是這個是斷滅劍 這個是這個是斷滅劍 這個是斷滅劍 還有問題是說我講 問題是說我就是自信你說有已經燒掉了啊 他怎麼會有他怎麼會有未來的過去呢 過去早就毀掉了啊 對過去我問你啦齁 你會不會死會不會燒掉這個我不知道 也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天嗎 我看到我父親死掉了 是沒有錯但是有沒有可能是你在做夢呢 無名的大夢裡面的一個故事嗎 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是什麼我們都可以懷疑啊 你現在在聽我講話 你總不應該懷疑吧 就是你也可能啦齁 你現在其實是在家裡睡大覺 只是你夢到你來這邊上課 有可能嘛齁 但是你現在在懷疑 你是在做夢 這個懷疑不可能是假的吧 那我懷疑也可能是假的 怎麼說呢 那我說如果說我在做夢 824天文做夢 我現在告訴你啦齁 你承不承認我們現在有認識嗎 這個是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就是虛無主義者 說真的虛無主義者不需要追求什麼知道嗎 你管他有沒有這一切虛無嘛 燒掉是虛無難道你現在就比較真嗎 你現在說你現在比較真就 推翻你自己的前提喔 虛無主義者不需要追求 那個是你誤解金鋼金嗎 我說過喔 你必須要從正確的認識來提穩 因為你這樣子我們永遠不會有進步的可能 那個是詭辯知道嗎 因為你根本認識是錯的嘛 而且我跟你講的現實你也不承認 那就代表我們不可能有共許知道嗎 那麼你注定就是 就是你自己也是矛盾了嘛 既然是虛無主義 你不需要來這邊看佛經知道嗎 因為一切虛無嘛 那也不需要追求 就隨遇而安啊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佛法跟外奧 我說喔 你要誠實一點不要 我不知道啦 可能禪宗或是宗官給你這種 這種印象 就是說我一定要破別人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啦 你就是想要問嘛 問題是你問的那個目的到底有沒有 是不是你真實 我跟你講 你現在到底有沒有想要 追尋某種答案 如果有你就問 如果沒有 我覺得我不需要再回答你嘛 最後還用所謂的 我確實在追尋 一直在追尋啊 哎呦 你那個經典的解釋都是錯的 我跟你這樣講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因為這樣進步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你問這些沒有什麼意義你知道嗎 這個思想如果錯 我現在問你說 要過自信 你這個思想要自破什麼 這個字破我自己破啊 你不能幫我破我這個思想 他就這樣發射出來 他就這樣發射出來 他從頭的自信在 這個就是剛強難調嘛 玩瑜就是玩矮知道嗎 怎麼講怎麼勸 他還是這麼講 我有遇過這樣的人啊 他說自立法師 我說不過你 但是我還是認為是 那我講的還有用嗎 這個叫玩矮知道嗎 就任何的理由任何道理 沒有辦法轉動他一思一好 那我覺得你有時候是這樣嗎 我是勸你 不是我不能轉動 你要從這個經典 就是你自己想的都是錯的嘛 因為你根本不按照人家的解釋來啊 我現在這樣講啦 你如果不善思維喔 那麼應該去修定知道嗎 就是調柔調柔讓自己沉澱下來 那或許對你比較有利 禪定如果不行喔 那就用禮儀嘛 用儒家 用那個禮樂去約束自己 也可以讓自己沉澱下來 那就是不斷的持送嘛 對 你會調柔知道嗎 但持送不是 就你們不能來打擾我 不是 你要學那個 我覺得那個念佛的人 很有這樣的氣質啊 就是 你說他不對 他會說是是是 然後他就念他的佛啊 然後那個 你去南部那個念佛的道場 他們都很慷慨啊 就看到你來說 吃大味 然後那個菜都是 大水頭 大的那個水 那種鋼盆有沒有 糖的 隨便你吃 然後他們邊做邊念佛 開心的要死 是啊是啊是啊 沒有錯啊 我跟你講 這是調柔自己的方法 態度上謙和知道嗎 因為你都認為你理解的經典是對的 這根本你的解釋都是錯的 你連注釋都不看的 那你 這樣這樣我還要講什麼 多翻字典好嗎 同學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了 我們這個上個禮拜講那個體 體用力嘛 體力做 體力做 體力做就是 作者作業跟作用 就是力啊 分力 作用嘛 對 跟那個力用 對對對 作用就是功能嘛 跟水滴那個力量一樣的意思 是啊是啊 就是凡一個法對不對 我們會從這個 性向啊這些 這些 這些 性向 體 體什麼 體向用 那麼去說明他 或是說 我們這個 我們說我們 說這個水啊 我們會取一個名啊 所指的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從這些 從他的性向 就我們 比如說我說水大 地大火大這些 這些詞啊 到底他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代表 他是什麼的意思 他有什麼性向啊 有什麼體用啊 都是用這樣去說明他 然後體跟用是體做力 他就是作者作業 還有作者作業還有作用 這些關係 我們 我們說 去 就是有變化 有作用 其實都可以 那就暗含著 起作用的一定有起作用者 就是去一定有去者 這是我們 我們 我們會認為 世界的結構是這樣 就是我們 現在還記得那個關係嗎 我們說話或是我們寫字 這個都是符號 我們會認為符號 就是這個世界 或者是我們一定 表真啊 就是表真不一定是很準確 但是是一定是 表真到這個世界的 某種 他的現實 他的現實 他的實在 我們一定表真了某些東西 我們從這些符號可以分 什麼東西是實在的 什麼東西是假的 都是從這樣的觀點來 當我們說符號裡面 我們看到 作者 跟作業 我們都以為 這些符號 是世界 就是 在我們的現象裡面 一定就有這兩個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會覺得說 他到底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啊 如果這兩個是一 那就代表 他們都是真的 他們是一的話 就是 是作者 才有作業 所以作業只是作者的延伸 這個作業可能是假的 那他們是 他們是一回事 或是說 作業是真的 那背後那個主體 是假例的 就這種觀點 就是 我們做這個分析呢 是為了要釐清到底 我們安逸的東西 是不是真實的世界 這樣理解嗎 那但是 榮術就是在我們這個符號作用 說一也不對 說意也不對 換句話說呢 這個語言的系統 不是 站在實在的立場去運作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語言 有某種 語言是有規則 你把這個 規則擴大成邏輯啊 就不對了 因為不是這樣 因為不是這樣 我們從規則裡面 需要找到一種自然 自然律 事實上找不到 因為規則是千變萬化的 有的時候信就是像 有的時候信不是像 那你以為 信跟像有一種固定的邏輯 說信跟像是一 信跟像是意 都不對 還記得那個 虛空嗎 是 先有 是 或是體啊 體是虛空 像是無礙啊 信跟像 可以讓我有 無礙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感知啊 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無礙像 是作用在我們的 眼見 跟深處 我這樣是不是 深處到無礙像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像 就是一種利用 就是 能夠對我認識 有利 能夠使我認識的 對不對 那 我問你啊 哪一個是真的 你站在認識論說 這個無礙是真的 我確實感受到無礙 那那個虛空 可能就是我 從這種感知去案例 這為世家的看法 任何的都是感知 都是了別 都是事 本體都是事 而我在不同的認識 可以案例不同的假名 那就是這個真的 這個是 按你的 那 金布啊 他們不是這樣看 是先有虛空 這是無違法 是真實有 獨立於心的 然後 才讓我感知到 無礙像 總之呢 你都是認為 這個是 不是我們語言的規則 而是一種邏輯啊 但是龍術就是要破你 這兩個根本就 不是一回事 所有我們談的其實就是語言 那你一定要說他對應於世界 而且把這個世界 認為他有一種本質啊 這個都是我們認識 我們在討論任何問題的基礎 都是在這個框架 那龍術要破壞的是你這個框架 根本就是錯誤的觀點 我們討論的問題從來都是符號 那為什麼 符號的建立不是從本質出來的嗎 那我們的世界也是這樣 在這一點上 都是必盡空的 這個叫做明假 那麼這個可以叫受假跟罰假 那都是假 都是施捨的 那我們一定很難想像知道嗎 那我有從那個出章 從出章去做 這是龍術開給我們的 或是說波爾系 波爾系的經典 我們可以講那個 阿涵經也是這樣講 諸形如芭蕉啊 這句話就體現在八部的緣起上 諸形是什麼呢 生滅不息的諸法 所以我們八部第一 就是生滅嘛 不生不滅嘛 從生滅當中去觀察 意義 來去 跟斷腸嘛 就是 這 八部 八部 去觀察 就是阿涵經 諸形如芭蕉的體現 阿涵經就這麼講 就是出章 就是一個僻域 一個 一個工匠 他到樹林裡面去要找 好的材料 他看 大家看到芭蕉樹阿 筆直又高聳對不對 他覺得應該有好木材 結果他把芭蕉樹一層一層的扒開 發現沒有一個堅實的核心 沒有堅實的核心 這個世界沒有本質 沒有決定性 沒有核心 但是看起來就是 筆直高大 看起來好像有 堅實的內涵一樣 但事實上 尋找了 沒有 那不就是出章講了嗎 也就是八部的精神嘛 大家知道那個 阿涵經講那個 豬形如芭蕉 我們都有引用過啊 記得嗎 記得那個譬喻嗎 就是佛告訴我們的法藥 就是治療 我們有無名嘛 我們生病 比如說你感冒了 吃個葛根湯 對不對 那是有形的藥啊 現在他提供的是法藥對不對 法藥就是什麼 就是出章 就是八部啊 目的是要來去植的 知道嗎 破壞我們對 討論問題的結構啊 因為我們都認為 我們的符號一定對應著世界 那世界有邏輯啊 所以語言的規則就代表邏輯 那我們要把這個規則 模仿跟邏輯一樣喔 那就可以找出什麼是死 什麼是假 對不對 這個模型 這個方法是錯的 然後出章要瓦解我們 對於這個世界的討論 還有認識 現在呢 我們看這個 體作 就是我們看待 事物的方式喔 作者作業體用的關係啊 這邊就體現出他 互相 互相 假例啊 就是 以此有故彼有 就是此跟彼都是互相的前提啊 只要前提不在 他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此無故彼無 他的有跟無都是由對方 由前提決定的 換句話說他是緣起的 是假明 而不是實在的 實在都有一個長處的意思 現在他可有可無都是依賴別人 所以他是假的 那作者跟作業的關係 我們這裡就引了那個中論頌 他說 因業有作者 因作者有業 成業易如是 更無有於是 只是語言而已啊 只是語言而已啊 語言的規則嘛 什麼叫做作者 作者一定是 他做了什麼 譬如說他有生口異業 我們才會說他是作者 現在你如果說作者是跟作業不是一回事 是先於他所做的業 先有作者才有作業 如果你是這樣來看的話 那就會製造一種 形上的東西 就是這個作者沒有任何的作業 那他叫做什麼呢 他不照做什麼卻叫做作者 但是我們從這個誤解 從語言當中誤解 我們就會認為先有作者才有作業 那先有的作者到底做了什麼 叫作者 作業喔 對 那就作業是先喔 作者是先 對 作業如果沒有作者 誰的生誰的口誰的義啊 沒有作者就沒有口沒有義啊 對啊 所以誰先呢 就沒有作業 我們要注意的是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先呢 因為我說過 我們在找的是什麼呢 我們符號系統裡面 到底什麼東西是真的 什麼東西是假的 最先的那個就是沒有前提的 他就是實在的 因為他是獨立的 不依靠別人 就說他真的 對 不依靠別人 就是他獨立 我們還記得自信的三個定義嗎 這個實在體現在哪裡 時間上的他是不變的 然後在空間上他是獨立的 什麼叫獨立 沒有前提啊 比如說我說 洪水是來自於一滴水的分力 對不對 那洪水有前提 洪水的破壞力有前提 那一滴水他不需要前提啊 他自己就有那一分力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尋求到最後獨立的就是實在的 其他的就是假失色的 假不是沒有是失色出來 真實的因果都是由實在的東西構成的 這是我們認識世界的 模式 這個模式藏著無名啊 什麼無名 直實嘛 這個實嘛 你覺得最後的答案一定是這個 你不會想別的 你只是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告訴你 因業有作者 因作者有業 你聽起來像廢話 對不對 他只是告訴你 這個世間的結構 其實就是語言 懂嗎 除了概念跟概念 互相假失色 另外沒有別的東西 你們聽到這句話不會驚訝啊 你說只有你 我跟各位講喔 五百聲文啊 就是不派佛教 五百個聲文 聽一切就是聽一切空 他這麼講啊 世界就是不是先有作者才有作業 也不是先有作業才有作者 他們兩個是什麼呢 因業有作者 因作者有業 講的不是廢話 就是不是廢話 他們就是一個概念的結構 是互相加力的 那五百聲文 那五百聲文對不對 文一切空如刀傷心啊 他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你是哪一部經啊 哪一部經說那個 講到一切空喔 那個羅漢起來就走了 還記得嗎 對 對 打滑金嘛 就是他沒有辦法接受 聽了都覺得老生殘壇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 講這句話多恐怖的事情 有辦法接受嗎 我問你嘛 因業有作者 因作者有業 你能接受嗎 你還跟我說可以 那到底有沒有想 深思這個到底在說什麼 有作者有作業 有作業是因為有作者 好我不要再講喔 OK好 作者跟作業喔 他就是這邊這一段就是告訴你喔 作業是什麼呢 動詞的名詞化 就我們認為這個 生口異業之後 會有某種東西適用 就是某種潛力存在 這個是從動詞名詞化 而衍生的概念 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我們施設的東西 這是我們看待世間的方式 那你以為這種潛在是某種東西 那是一種從語言上 去胡思亂想 創造出來的東西啊 知道嗎 法法不思適用人在 對 維斯嘉說 對啊 我說的種子就是你講的這個 法法不思適用人在 不管他會是什麼 但是各位 法法不思這個適用喔 是假名思舍 是有名稱而無實質的 這個你就說這個是中觀喔 如果說法法不思這個適用指的是阿賴耶士的種子 那就是維斯嘉那是有種 各位可以理解這兩種的差別嗎 你說的法都是假名的 沒有真實做基礎 怎麼可能呢 所以如刀傷心是這樣傷心知道嗎 連維斯嘉聽了都很痛苦 這樣理解喔 應順法師在這邊講 這是動詞的名詞話 那意思是什麼呢 這些只是符號而已 好 那我問你嘛 好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這個啊 同學 你看我們看 看我講喔 你說這些都符號 那就是這一邊嘛 那這一邊呢 我們總是有一個語言以外的事件 那這邊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有三轉法的 就是因為 他認為榮術只縮這裡 他沒有告訴你這個世界是什麼 但我可以跟各位講喔 根本沒有這種分別 語言就是我們的世界 就這樣 符音論 不是符音論 符音論就是符號對應的世界 現在不是 語言 我們建立語言對不對 同時 語言 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我們 我們 施設出來 施設的就是我們的世界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 那你這樣說 不是空谷的回先 蛤 空谷的回先 我跟各位講喔 等你正了無我 無我自 見了一切空 那個不思議 無我無我所 無意無分別 那從那個空性 再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相信 龍樹講的話 就是這樣 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現在覺得不驚訝 那代表你根本不懂 終關在幹嘛 如果你懂了你就會覺得 很難接受 你去山頂 海賓去坐打坐 坐在那裡 定是一個住院 我說過喔 如果你思維不行 那你就要靠 很多的善行去調柔自己 知道嗎 讓自己謙虛下來 你才願意去學 不是這樣 你講了我也不在意 聽不懂 聽不懂不在意 然後一直覺得說 你要讓我懂 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不是別人的 你要有誠意 去跟這個經典去學 那顯然善跟不夠 不是 是你態度的問題 你並沒有把 你並沒有把文字般人 看作是聖典 知道嗎 所以我勸你 你 可是跟那個念佛的人 好好學一學 是真的有東西啊 對不對 是真的啊 我沒有騙你 你要學念佛人的 那個 那個信行人的 那種 那種善根 我跟你講 那個是 我們說三種善根的一種 不是說信行人就比這個法行人 是比較出來的 但是真正的菩薩是信 這個信也有法 慈悲 這是三支嘛 三主要道 不是嗎 我跟你講信的人是什麼呢 他有信仰嘛 有信仰就是說 有些事不是理所當然 是你要靠信仰 我相信世界會更好 這是一種信仰 因為他不存在 所以你只能存信仰 對不對 不是說不存在 是還沒有具體啊 但是你相信是如此的 他會給你力量 所以這些人相信什麼呢 相信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然後信不是隨隨便便 是非常陰重 所以他願意 就是請你來吃飯 他高興 看你吃得很高興 一般人不會這樣啊 你會這樣嗎 我看沒有幾個佛教組是這樣 但是你從這些人會看得到 沒有 我不是這樣 你待會兒可以坐在這邊 坐那麼久 都沒有 我跟你講啦 要有一個誠心知道嗎 追尋問題 追尋問題 我們說求真知嘛 你是真切的在求知 那麼坐在這裡才有意義 不然我們就應該去像那個 我 我是那個大陸有一個歌手 他很有名 他叫什麼 實力派的 他就一直在做善事啊 然後有 有一個 有一個女孩子 他 對對對 他沒有腳還是沒有手 然後他就說 我已經是這樣了 我能有什麼希望 然後他就一直 他不是這樣很溫柔勸他 他是 很兇喔 跟他講 他說 就兩隻手沒有而已嘛 哭怎麼呢 這樣就是很豪氣這樣跟他講 然後就是他有他的風格 然後他 因為他看過苦難的人很多嘛 然後他每次都是 就是 表現得很堅強 但是 私底下都一直在 就是 想到那些人就一直哭嘛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我沒有一千隻手一千隻腳呢 就是你看那個千手千眼嘛 對 就是能力有限嘛 那個就是 他有一種信仰 知道嗎 不 否則那些人 就不關他的事 我們多少人是這樣過日子 知道嗎 對 那個就是調柔啊 那 當然羅漢就是他的那個 智慧比較高 所以他 他沒有這些東西 但他入了聖流 那 對於佛來講 對於大乘來講 這種解脫是有缺陷的 制度嘛 制度 而且就是隨隨便便 只要過河就可以了 那大乘不是 大乘喔 過這條河 像大象一樣 深究其底 像大象 是踩著河床走過去 而且是帶著很多人一起走過去 那這種路就是 這種解脫的意義就不同了嘛 這個是大乘的看法 對 而且他們互相是有關係的 這些道品叫助道法 不是跟你解脫毫無關係 儘管是深文喔 那都是因為 厭離生死非常的切 厭離煩惱 厭離生死 他那個誠心是非常的真切 才達到的效果 你不要以為他什麼 隨隨便便 只靠著一個分析的頭腦就可以這樣 不是這樣喔 好 體用業 無不如幻 曰世俗言說 可 可有如是相對的差別 言說就是我們的世界 知道嗎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 中觀的因緣果報 因緣果報呢 我們這個 從這裡先分析什麼叫因 什麼叫圓 然後從利用跟性質來說 什麼圓呢 圓是有力能生 這個因呢 是指法的性質說的 然後我們說這個因 比如說那個 後來這個因就衍生到種子的概念去 因為這個因就 像無死時來戒這個戒 這個戒有因義嘛 又是種類 那種類就是性質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個因呢 偏向於說性質 是有力能生 就是能夠促進 法生起的力量 都叫做圓 那佛經說四元生諸法 然後我們從這個範文去看 因是 我們知道範文有這個單數 雙數跟多 那個負數 我們在講因的時候是用單數 在講圓的時候是用負數 就是從 二以上 不包含二 二以上 這個叫圓 因為他用的是負數 雙數就是二 知道嗎 範語有單數 雙數跟負數 好那就代表 圓因是單一的 圓可以有很多 所以呢這個因 為什麼是一 就表示它是主要的 那圓呢是次要的 或是一般的 那因呢我們說種類 所以它有體性的意味 還有圓 圓指的是促進的作用 好 那果報是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 果報 有三種 有這個 異類而守 異食而守 還有一個什麼 叫變異而守 那這三個都叫做 所以我們叫做異熟 異熟 果報嘛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這個都叫異熟 為什麼叫異熟呢 在有部的解釋 是異類而守 所以它說什麼呢 它說 應有善惡 果為無忌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業力 不管你說的是種子 或者是什麼東西 它都是 沒有善惡性的 應有善惡 果為無忌 為什麼果為無忌呢 因為它講了一些理由 比如說韋士嘉講的理由說 這個業一定是無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善惡性的話 那會互相排斥 不是嗎 只有無忌性 它不排斥 它是中性 知道它的意思 所以它才能夠互相 都 都是 同時 就是一起 都在這個阿賴也是的種子庫裡面 它不會互相妨礙 知道嗎 那應順法師在這裡講 易熟的意義應該是意識而守 什麼叫意識呢 就是 時間差 你現在造的業 比如說現在造的業 可能隔了好多事 才會 才會有果報 那這麼多事都沒有 不是不在啊 只是 還沒有條件 那它就會想像有一種 潛藏的視力 在那裡 等著 成熟 所以這個等待的時間 就是 它一定有一個時間差 所以叫做 易熟而守 當然那個 我們從這個易熟的這個詞 其實啊 就會 構造 構造一種 結構 就是一種形上學 那麼去解說 這個 為什麼 業力可以 不失 就是 從那個經典說的 假使千百劫 所作業不亡 它就要解釋這一句話 用一種形上學去解釋 那就會有什麼 種子啊 不思法 或是心事的序流 去解釋這個業力 知道嗎 這個就是果報 然後呢 從應順法師這個立場 他認為易熟之 主要是要表達易識而熟 就是 這個 我們說的報應或是他的效果 可能不是立即的 但是一定會出現這樣 就像人 決定會死對不對 但是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言說 什麼時候 那就像這個果報一樣 他不是馬上 但是 不知道會有多久 但是他一定會有 結果的意思 那這個總名叫因果 那這個因果 就是一般的解說 現在要講這個特殊的 就是把這個因果關係呢 建構出一個形上學的理論 來解釋 像維斯嘉 他說的因果關係 就重視這個自性的緣起 比如說什麼叫自性緣起呢 他說 掩飾的種子 是從掩飾生 掩飾是從掩飾的種子生的 所以掩飾的種子叫做因 其他的條件像 光明啊 或是空間 這個都是圓 我們說 一切法其實就是了別性 就是了別 桌子在這裡 不是 他只是了別 什麼了別呢 你摸起來硬硬的 看到他的形狀 看到他的顏色 這些了別組織起來的 那這些了別從哪裡來 比如說掩飾的了別 掩飾是對色塵的了別 掩飾是從掩飾的種子生起的 所以他不需要根知道嗎 你會 剛剛我們上一節課不是根成嗎 那既然沒有根沒有成 怎麼會有掩飾的了別呢 他會跟你講 根是能生意 是說佛陀說的根啊 什麼叫根 他就回到那個 訓菇啊 說這個詞的本來的意義 我們說根 眼根就是能生眼的 叫眼根嘛 這個根啊 你不要以為他是色法 這是有部講的 根 他的意思就是能生啊 所以眼識 眼識的 種子就是眼根啊 那陳呢 維斯加叫他依他起 叫做色色 也是 也是星 本質還是星 所以根成 根成式 能夠生式 這個式就是眼式 就是了別嘛 眼式的種子 深眼式 這個就是 這個陳 這個是另外的啦 然後他說 眼根 眼根就是種子 眼式的種子 那眼根的種子 跟這個 其他的種子 是不是同樣 你都是那個種子 我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那種子是一個種子 還是兩個種子 十八屆的種子 好 你回去讀那個色大聖論 好嗎 知道嗎 眼式的種子 看這裡 眼式的種子 生眼式 然後眼式 對眼式明音 這個就是音 能生意 這個就是 有不說的眼根 知道嗎 所以 唯士嘉認為 他的解釋是 可以包含阿涵經的 就是包含這些 布派的說法 沒有違背 沒有新的東西 他說阿涵都可以作證 眼式的種子叫音 也叫眼根 能夠生起眼式 其餘 這些 剩餘的 是他的原 是他的條件 我當然知道 射程要空間 要有光明 但是這個 都是他的 條件而已 那我不知道為事怎麼說 是不是需要這個 應該也是需要 但是他們都是了別 都是從種子生的 都是新的種子 這種自性緣起的 因果論 主要 他的 根據在 借這個字 我們說這個眼式 是從眼式的種子生 這是種子六義裡面的其中一個定義 就是同類別才可以生 眼的類別生眼 耳的類別生耳 知道嗎 所以他是同界 種子 他的性質是什麼 他就生什麼 這樣 不會說這個 不會變成別的東西 像 這個就有一點問題 就是果報 我們說異類而熟 就是異熟 異類而熟 就是他不是 同一個種類生的 比如說為事 就很難解釋這一點 什麼是果報呢 他認為是苦樂壽 你的行為 為什麼有善惡呢 是因為你的作意 你的作意有善惡 所以呢 所做的這個業就等流性 比如說我殺人 是你的作業有惡意 如果你沒有那個用意 你是過失致死 對不對 也不是因注意不注意 就是過失 純粹的過失 因為你沒有這個殺人的作意 所以你 雖然殺了人 這個人因為你的行為死掉 但是他都不能構成殺罪 知道嗎 所以你的善惡是有 是從作意來的 但是 殺完人 會有一個業力 對不對 那個業力是無忌的 懂嗎 那無忌的業 怎麼會生成苦樂壽呢 比如說你意外殺死 不是 就是 如果你是懷著惡心 懷著殺意去殺人的話 那你會墮地獄對不對 那你沒有 沒有心要殺人 只是過失而已 那麼你將來得的果報就會輕很多 比如說 我不知道會得什麼果報 可能頭痛或什麼不知道 大概就體弱多病嘛 但你不是故意殺人 可能身體就不好一點 總之他會有抱嘛 但是這個抱指的是苦樂壽 就是你身體就是會有 讓你受苦的這些感受會出來 那這個都叫做義手 就是義類而守 他就跟這個種子就不太一樣 我看韋士嘉很 很少在談這個愛非愛緣起啊 你們不知道這個很複雜 像那個 烏克蘭 他也覺得這當兵啊 很有 那個還高興啊 還有錢拿 可是你要說什麼 我說軍人殺軍人啊 他那個那個上報還會惡化 好我們今天不談倫理問題 我們回到這個界 掩飾 掩飾 種子生掩飾 關鍵在這個類別 因為他們都是叫掩飾 十八界裡面不是掩 掩戒 然後那個掩飾界有沒有 掩飾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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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是什麼呢 就是拿嘛 我們詞就是這樣拿著嘛 那我們說這個詞就是有保持不詩的意思 不詩就是不便不易啊 也有常住的意思 所以我們古代翻譯叫十八戒 這個戒也有人翻作十八詞嘛 就是他認詞自信嘛 保持自己的自信不詩 有這十八類 我們說有自信的東西就是實在的東西 保持不便就有常住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戒 這從戒的 然後他又有這個差別 就是詞法跟比法是不同的 這個叫差別 那這個差別是自己的 所以他又有獨立的意思嘛 就是能夠區別你跟別人不一樣 只有你是這樣 所以他是獨立的 所以這種戒的概念 就有自信的意義 就是我們終關要去批判的這種 我們都會認為這個世界是依法構成的嘛 這個法我們就想 多法或是微成都可以啊 都是由這些基礎建構的 那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起點 在阿含基裡面戒是種類 就是從一類一類 一戒一戒的 種類又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 像眼界 是還有眼的特性 這個叫眼界色 那這個眼界就包含了一切眼 就是眼有大眼小眼 什麼眼都有對不對 這個是具體的眼 但是我們講的這個類別 是一種共向 包含了一切眼 那眼界易於其他的耳界啊 眼耳鼻舌聲 這個耳鼻舌聲 眼之所以獨立於其他的東西 是因為眼界有自己的特殊性 所以界有兩個意涵 第一個表現他的類性 一個表示他的別性 類性指的他是共向 那別性呢 別性指的是他的志向 或是自性 所以界有兩個意思 兩個意義 那都包含在內 好 那我們講這個界 就是一類一類的 而且是同其所同 異所什麼 異其所異的 總之他就是 我們這一類別的 任何具體的事例 都包含在內 然後呢 他區別的其他類別 作為自己的 獨特性的這種 叫做界 那從這個世間來講啊 我們說這個世界的組成 就是由這些不同類的東西 組織成的 這個叫做多元實在論 那這個世界是非常多的實在 多的類別所組成的 換句話說 我們這個世界是複合的 那我們可以把複合的東西分析嘛 分析到最後不可再分的 這些就是法 也就是十八戒 那他們是有自性的 所以叫十八詞 詞是什麼呢 保持自己自性不失的 那我們說 維斯嘉也是站在這樣的 自性緣起的立場 因為他說 無死時來戒對不對 這個戒是緣起的條件 因緣 真實的因緣就是 種子生線型 線型薰種子 這個叫真實的因果嘛 那都是從戒來的 所以他也是一個說有的學派 就是這個因果關係是真實的 那這個種子呢 種子也是實在的 種子的類別 你要說種子是實在的 這也是要有一個條件 我們說是是實在的 有人是這麼主張 那這些類別叫自相 它都是視為本質 只是說它 它是它的線型 它的了別 是屬於掩飾這一類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個很抽象 但是我們如果從這個 學派的脈絡來看 它就是從有部 有部的那個法體 跟金部的種子 這個顏流來的 這個顏流來的 是他們的修改版 你說那個 什麼叫做色色 這些種子 我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分開的 看起來是分開的 眼根就是眼色的種子 色層是叫色色 色也是一種色 然後它的條件 這個眼色 有色色 有這個種子 我們就會生起了別 然後這些過程 都是在心當中完成的 另外沒有別的東西 沒有真實的外境 它建立起來這樣的學說 那你說這個種子是實在的嗎 但你站在這個立場 就是心才是實在的 種子只不過是一種 認識而已 這個是 潛在的了別 就這個了別不是現形的 它現形可以是一種認識 它的本質是心 這個才是實在 那這個 我們說它的 事項 這個事項 是不變的 可以這麼講 它的存在其實就是心 那你說 這個叫多元還是一元 我也不知道 看起來是一元論 唯心 只有心 多元實在 一切有不就很明顯 叫多元實在 我們講這個多元實在 它講的這個法體很純 就是各住安住自信不失志向 那 早就在那裡 只是等著因緣讓它陷起而已 還記得那個有部的那個生柱滅 那三項的模型嘛 所以他說這個法的自信 就是法體啊 法體橫存 就是法的自信 早就在那 需要條件它才會作用 那經部跟為事就是把法法的自信 修改為法法的種子 這個法體不限就是沒有作用 過去或是未來的法體 應該是說未來的法體啊 就轉化成潛能 就叫種子 只是這種轉變而已 其他的就沒有 十八戒 那個就是一他起的十一種事嘛 然後這些種子呢 是在心事或是賴爺當中 法的生起就是從這些潛在 的自種子現形的 依經部 這個種子叫做戒 那視清解釋叫種類或是竹類 就是我們講的掩飾的種子生掩飾 這個種類叫能生 所以它就會有根的意思 無死時來有種種戒嘛 或是無死時來戒一切法等一 這不就說明一切法都是從戒 從種類這個概念來的嗎 那這個種類就是原因嘛 那這個 這個模型都在告訴我們 我們跟有不一樣的 它都是一種潛在 等待著條件 然後限期 具體而為的潛因 的代言顯現而已 各位 我常常在問你們的 你熟睡不做夢的時候 第六意識在嗎 你在悶覺的時候 第六意識在嗎 你說在其實就是這個模型 凡所有法都是具體而為的潛因 你沒有作用的那個意思 還不到達條件嘛 所以它沒有作用 但是掩飾在啊 是一種潛在 但是要等待條件 它才會顯現 是不是這個模型呢 這個就是 在中觀來看就是 無明的體現 常見 對 就是知道這種關係嘛 你們還記得那個有步在三項品 龍樹說的有步 時間 時間 時間是什麼 其實就是法位啊 法是從未來位 來到現在 走到過去嘛 這個叫未來的法體 這個叫現在的法體 這個叫未來的法體 三四法體很蠢啊 它都在 那這個法體叫戒 就是同一類的東西 同其所同 亦其所異 能夠獨立於其他戒 其他類別 然後又是 一切 比如說一切眼的共向 它都有這種複雜的內涵 我們說現在 這個一切 我們說朱形 它就是在牽流嘛 它是由生柱滅去推動的 讓它 從未來來到現在走入過去 這三個心不相應刑法 推動法體 造成這個法位啊 所以有無常象獻起嘛 就是有為象 有為象是 這三個法造成的 那我們說 它能夠推動未來法體 來到現在 那什麼叫未來的法體啊 把它 這個 這個叫三四法體横存 這個叫三四十有嘛 現在十有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就換湯不斷藥 知道嗎 這是主張三四十有的 現在我們說這個模型太奇怪了對不對 我們主張現在有 所謂的現在就是只有這個存在 那法從哪裡來呢 我們怎麼 從這邊講就很好講 未來的法體在那 只是帶原顯現嘛 帶這些條件顯現的對不對 現在我說只有這個存在 那這個東西從哪來啊 它就從種子來 那我問你這個不就是跟這個意思一樣 因為它就是音譽 也包含了它類別的意思 那什麼叫類別 就是持嘛 持什麼 持自己的自信不失啊 從這個說法 那麼這個都有同樣的內涵 同樣的作用 都要解釋 現在法從哪裡來 這樣理解嗎 所以它的形式是一樣 是不是把三四都濃縮在現在世了 不是三四濃縮 三四你這樣說濃縮那是一種混淆 過去是過去 現在是現在 未來是未來 不混淆的 不是說現在包含的過去 現在就是現在 那 未來法 就是未來的法體嘛 未來會來到現在 大家知道嗎 所以這個未來 他還沒現前的時候 未來法已經在那了 已經在那了 不符合邏輯 你現在 你沒有未來跟過去 怎麼會有現在咧 蛤 不符合邏輯啊 沒有未來怎麼會有現在 他說不聲明明 沒有未來怎麼會有現在呢 所以你現在就表示說三四還是有嗎 未來是他的原因啊 未來就在那了 還沒有來啊 深住面會推動他來到現在啊 譬如說我現在我要包種子對不對 我在計畫的時候 那個未來那個種子已經在那裡 前面那邊 已經在未來了 已經在未來了 那這樣子你可能是承認有未來嗎 蛤 蛤 那為什麼你不講未來咧 一直存在那邊 我現在講的有部是三四十有 是有啊 是 你知道搞混了 現在實有才不承認有這兩個啦 我說我一試他是承認現在實有 是 是 那現在有他從哪來的 從未來來 從種子來的 從未來來 就跟你講沒有未來的法體啦 他從種子來嘛 但是他們都 都是原因 都是要說明現在法從哪來 這個是因應 再來 同類的種子才能生現性 掩飾生掩飾 耳飾生耳飾 這個是類別 保持自己的自信不思的類別 所以都繼承於有部的觀點 知道嗎 雖然一個叫三四十有 一個叫現在十有 但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他們都有同樣的模式啦 對 知道嗎 這個就是 一直要講中關就是 中關要破壞的就是這種想法 就是自信職 對 辭而不失嘛 就算他不限起喔 他都叫潛在知道嗎 對 什麼叫潛在就是不表現的 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他在那裡 請問這不是常見嗎 對啊 你那個悶覺的時候 柯文哲把你接上那個 那個 艾越克膜 你那時候第六意識在幹嘛 在潛在啊 他等著 等著 身體 支撐那個意識的 就身體這個條件 有 他就會顯現出來嘛 藏在在那 這個 又是因中有果論 知道嗎 那個 嘉祥說是什麼 如蛇出洞 就是黑媽媽的 你不知道 其實 那個人躺在那還沒死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意識在那 然後你把他救活 就那個意識像蛇一樣 跑出洞來嘛 就是原來在的東西出現 這個不是常見嗎 自信不失啊 常見 那有一天他們蛇又跑不動 這個是例子好嗎 同學 我都懷疑你有沒有在聽我講話 那就表示說 他的意識有嚴重不動 反而會再不動 就跟你講是常啦 怎麼會不動 因為我們佛教徒都說 會 是會往下一個 那個阿賴也是先來後去做主公 他會去投胎 那我們講投胎是有一點 混亂的說法 應該是說 這個世 因為愛非愛緣起 一起生命結束以後 這個世會轉變一個型態 會有一個類別 比如說天界的類別 這些世會一起 就是這些種子會 成組的陷 就會陷天的境界出來 那阿賴也過去現在未來是不變的嗎 不會變化的嗎 請你去讀色差勝論好嗎 好學的同學 你既然做了五年 那請問你你有沒有翻過色差勝論 沒有 對那就很糟糕了 學任何一個學派都不會不學其他的 沒有一個大師阿 你要聽小師 那他可能說一門深入就可以 你如果遇到大師他跟你說 多聞廣學 我說我都引過竹窗水筆給你看 人家是淨土中的大德 他都告訴你要廣學多聞嘛 他不會要變成一草混了 我就說嘛 就看你夠不夠誠意啦 隨隨便便喔 沒誠意 有沒有都差不多 什麼生什麼 差不多就可以 你這樣你永遠學不好 在這裡也可以知道大支入你是 同學不夠好不好 一個禮拜三個小時 然後更何況你還打盾 還出神 睡覺 對不對 沒有沒有 那你想想看你一個禮拜有多少個小時 如果死了以後 參員長還在聽 參員長還在聽 參員長還在也不行 你說我們這個基金會 不是我不能這樣講 我們說這個班啊 還有多少屆啊 我都沒有把握啊 對不對 下一屆再來報名有幾個 好這個屆18屆 總類別別姓 這個是都是一個體現出多元實在論 但是我們說為事也是一個奇怪的變形 我們應該說他叫一元論 但是他說的這些字像 其實就是了別的像 它的性都是是 只是體現出來的像 它也是這種種類生種類 淺 淺英代元 這個是為事的英國說 這裡說他沒有拖進多元實在論的積息 這的確是從這個觀點來看 各式各樣的各自類別的種子 生起無量無邊的現形 對不對 這些 就能解釋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境界 這個 中觀都不是這麼看 不是從種子生現形 就是種子也是預先存在的 這種種子生現形 為事家也說他們容許改變 的確你要看他跟誰比 的確可以改變 但是就是要付出努力 這個是為事家值得稱讚的地方 那也 但是我們如果說他持有自信不思 然後生起現形這一種模式 我們很難逃逃 逃離那個宿命論的科究 不知道各位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為事家就是 你如是勳如是現 那不是就有宿命論的影子在裡面嗎 所以我們需要 我們倒霉的時候我們做什麼 我們不是積極的改變我們的條件 這些條件 包括整個社會的改組對不對 像那個 我講個題外話 比如說我們說那個 各位知道我們抗戰結束四五年 不是四九年不就 我們就到台灣來了嗎 對 各位 到了五幾年打韓戰知道嗎 四九年以前 請問我們有沒有打贏過日本人 四九年以前沒有 四五年以前 打仗都沒有打贏很少打贏的嘛 然後到了五幾年韓戰嘛 我們說那些打仗的人 還沒有經過一代知道嗎 不是下一代 就是那一代打抗戰的那一代軍人 都打不贏日本對不對 然後日本打不贏美國對不對 然後韓戰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國民黨啊 那時候是共產黨 共產黨組織的志願軍 打敗美國的聯軍啊 才這麼幾年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 就是組織變了嘛 信念變了 這支軍隊就不一樣了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條件 是在現實的世界裡面 不是在種子 但是因為我們佛教 就相信有這種玄 很玄的東西啊 我們過去式的夜 就是夜 就是有那個冤親在主跟著你 如果你是這樣思考的 那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要拜燦 你就要拜燦 你就要念佛 然後你就要幹嘛 你要這一概 這就變 你用宗教去改變你的現狀嘛 對 對 從宗教上去改變 如果 我們從現在佛教徒的一些行為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行為來考察 就是我們到底我們的世界觀是什麼 的確我們講 他這裡為什麼講 佛為什麼說因緣生諸法 因 因為法既是從因緣生 則在因緣生法的關係中 什麼不是固定的 可以改善其中的關係 使化惡為善 日盡於善而離於惡 對不對 這個就是在你的現實條件中 去尋求改變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自信存在的 已有的 那不是化惡為善 不過是消滅一些惡的 另外保存一些善的 唯是學的因果說是很精細的 但是沒有拖進多元實在論的機系 你不是改變啊 同學 為什麼說你要改變命運 要去敗燦 是要消滅惡的種子 知道嗎 不要讓它現行 懂嗎 所以你 你用 唯是的世界觀 那麼你的行為就是宗教的 這是應順法師講的 不是我講的 同學 所以是不是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用那個種子 可以善的也有惡的嘛 這一段 藍物的種子把它去掉以後 善的就多了嘛 所以就改變了 對對對 這一段是中觀的 就是他認為現實的從因緣生 條件就是因緣 但是這因緣不是什麼潛在的 是現實當中有作用的叫因緣嘛 那你就從 那種 限起的 就是你能知道的 能夠追尋到的 從這些條件中去改善 就會改變你的命運嘛 因為沒有所謂的命運的本質啊 中觀就會有這種積極性知道嗎 那維世呢 維世就是 從潛在的條件 潛在的條件你過去的三惡葉嘛 已經在那了嘛 等著果報 這個就是已經存在的 已有的 那你能做的是什麼呢 不是轉化喔 而是消滅惡種 惡葉的種子 那就只有敗燦啊 同學為什麼那麼愛敗燦啊 為什麼那麼愛做法會呢 就是不是不是化惡為善 不是說 現在的解釋就是說 你這樣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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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我們的解釋嘛 那其實他在 宗教的層面 他是相信這些作為 能夠去掉惡的種子 就是你的惡葉不是在那嗎 現在我敗燦把它消除了 他就不會現行 那就是在這裡就提出批判 那不然我們教你 經典說的立法就是敗燦 對經典講的啊沒有錯啊 但是就是 就是 為事或是為愛戰 就說你 那怎麼辦呢 不是從現實的關係裡面去改善 不是是怎樣 不然你做公得主 來一個大牌 這個功德迴響 好像二月就消 師傅功德迴響 就是這樣 我現在 我不能說應酸法師都對 但是如果你是 這樣來看待敗燦的意義 那是要值得去思考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宗教現象 但是我們說他背後的 他背後可能不是這麼單純 因為我們這個敗燦也不只是 我們所想的消除惡業 他也有栽培善根的意思 但是這邊沒有多談這一些 因為應酸法師在別的地方也鼓勵人就說我們從這個禮拜啊 這些儀式裡面去培養宗教清超嘛 那這樣講就不是消除你的惡業知道嗎 而是栽培你的善根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敗燦就是 就認為是這個意義喔 那就是 這個多元實在論的激習啊 知道嗎 因為你很難擺脫這種宿命論 那宿命論的意思不是改變喔 而是去掉惡的東西 知道嗎 所以我們怎麼想我們怎麼建構這個世界其實就是 我們會怎麼做而且認為什麼東西是有意義的 我們就會促使佛教徒會是那個樣子 不是另外的樣子就是這樣 那這也跟佛系有沒有關係 佛系嘛 就什麼都不做 就我什麼都不做不就沒有業了嗎 現在佛系就是這樣啊 佛系就是很佛系嘛 就什麼都不做 然後自己就會好 因為過去有栽培嘛 自己就會好啊 過去如果沒栽培 那你多求也無用啊 那不是就結論就是佛系嗎 對不對 這個佛系也是 也是你的世界觀造成的啦 多元實在論是一類的因果 因果說 現在在講另一個極端 就是華言中的因果說 他是 就是把這個增上元給擴大了 什麼叫增上元 就是不妨礙此法限期的都叫增上元 只要你沒有妨礙的作用 那都可以是增上元 那 所謂的那個 華言中的元農論 他就是 一法可為一切法的元 一法即元據一切法 就是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 這個是元農論的因果觀啊 的確就是 這一法是所有的法都來鑄成這一法 那所有的法都有同樣的關係 是我們互相鑄成 我們講這樣子 這個世界其實是一個大整體 彼此相關的 沒有一法不在這個因緣的網絡當中 所以牽一法動全身嘛 一法不是孤立的 而是跟一切都有關係 這個是增上元 所有都是增上元 比如說什麼叫白色呢 白色就是排除了不是白的東西 那換句話說 所有的顏色都是白的因緣 知道嗎 所以一即一切嘛 一切比如說一就是白色 它跟所有的顏色都有關 因為所謂的白色就是排除了不是白的東西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促成白之所以為白的條件 那麼就一即一切不離一切 那同樣的一切呢 也不離開這一法 因為這一法也是跟其他法構成的條件 大家都在一個因緣的網絡 所以這個因緣網絡就組織成一個大的整體 理解嗎 它是主張一種大義的 那這種因果論 因順法是什麼 評判 他說他是寬泛的不著邊際 因為一切就是一切嘛 但是我們講它很像現在的 大家有聽過那個蝴蝶效應嗎 蝴蝶效應是什麼意思呢 就舉一個這個是從氣象學 一個亂術法則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預測天氣啊 假如說天氣 這個雲朵 雲朵 都是靠著物理規則 它都是物理規則啊 它不是盲目的運動 它是按照規則在運動 那如果我們是覺得這些 如果我們覺得這些都是 就是有固定的法則自然律在決定 那應該它是可以預測嘛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預測下一秒或是 下一秒可能會準 但是過的時間就越來越不準嘛 他說有一個叫亂柱法則 因為 一個變數會影響其他的變數 其他的變數還會再影響別的變數 所以這個變數就不停的擴大 最後就變成那個誤差大到 我們沒辦法預測 所以他有個例子 他說 在那個中央公園 一隻蝴蝶拍 飛起來 然後他這個效益 會不斷的擴大 最後變成一個颱風 為什麼呢 因為蝴蝶三棟翅膀 他擾動了旁邊的空氣氣流 這個空氣氣流還會在擾動附近的氣流 附近的氣流再去擾動他附近的氣流 所以這個擾動是不斷的擴大 最後他混亂到你沒有辦法掌握所有的數據 就是太多了 這個叫亂數法則 或者叫蝴蝶效應 當你相信蝴蝶效應 那就是我每一個動作都會有 意想不到 擴大到無邊際的那個效果 我打個噴嚏跟這個宇宙也有關係知道嗎 這個就是亂數法則 但是這個亂數法則就是 寬泛到不著邊際 意思就是我們對未來的預測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佛說的因緣說主要的意義是 我們是在找出較主要而且切勁的因緣來 我們才能夠把握事項的原因而給改善 雖然我們說真上元是存在的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邏輯理性上可以這麼說 但我們在實踐上 我們這個語言還是有用的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要把因跟緣分開 因是單數 緣是多數嘛 但是它不應該 因就單數嘛 我們要把那個主要的關鍵找出來 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 比如說俄烏戰爭 貧富不均 失業率高 如果你寬泛到不著邊際 那我們只好去拜燦了 不是嗎 失業多怎麼辦呢 我們求懺悔啊 因為太寬泛了 你沒有無能為力啊 同學 如果我們能找出主要的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其他原因都可以找出來 包括你的價值觀 但是我們要找到 最接近 最切要的 那就叫做因 知道嗎 我們說 供給不足 市場的那個供給不足 或是購買力太弱 你就找到原因了嘛 那你就要針對這個原因 才能夠有正確的解決 這個是 對 這個是我們私設因緣 說什麼是因什麼是緣 而不留於極端 都是 在 實用上 是最有效的 中觀可以有這種彈性 因為 這個世界沒有本質嘛 你把它看作大一 或是多元的實在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觀點 但是我們 不認為是只是觀點 我們不把它當作真理 這個真理 從這個真理 推演出來 就我們只有拜殘一途 懂嗎 真的就是這樣 中因緣 正法 就是中因緣的時候 我們 因也要考慮 緣也要考慮 不是 我們從 複雜的現象裡面 找到關鍵的 叫因 其他的 我們想到的 叫緣 然後 但是呢 華言中 告訴我們說 一級一切 這個問題 所有的 都是他的條件 包括你今天 你在這邊打個噴嚏 都跟我們的失業率有關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打噴嚏怎麼會跟失業率有關呢 但是你從這個 這個 這個邏輯上是有關嘛 一級一切 對對對 就太不著邊際了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偏執 偏執的 英國 因緣觀 那 多元實在論就是 你今天的失業率就是 以前就已經 決定了 他現在是限期 那這個條件就是什麼 就不會改變 那就不用改變了 他是固定的 就決定義嘛 如是信 如是 如是潛在的因 如是限 限行薰種子 好不是無常 好我們現在時間到了 只能講到這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的恩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